4月25号下午台东县议会在史前馆二楼市厅中心 办理公共政策论坛美丽湾开发案的反省与前瞻 由劳沁宁议长主持 台大土木工程学系教授李鸿源主讲 副县长陈金虎 前环保书长沈士鸿 东大生命科学系教授刘总席与谈 李鸿源教授建议台东县府将美丽湾案归零思考 从法律与政治两方面着手 积极拟定公民参与机制 交由宪明决定台东的定位 回到原点 今天我是觉得不管是县衣卫也好 县政府也好 我们应该就开始针对美丽湾的善后 我们开始设计出一系列的对话 今天不管你是赞成 你是反对我们对这个海岸有什么看法 找专家 事实上的我还必须讲 事实上公民对话是非常专业的 你必须找专家把它做设计 做多少的这个对话 让大家来参与 把不同的意见做整合 最后整合的结果呢 我们来讨论是呢 有没有让它存在的空间 那假如有 那就有存 有让它存在的后续的办法 假如没有让它存在的空间 那必须要谈的是呢 那如何让它善后 所以这里面呢 我会很诚恳的 这个是我们来设计这样的对话 所以我今天来这个地方呢 我也没有结论 因为这件事情是不会有结论的 它的结论在哪里 它的结论在我们台东县民的身上 它的答案在我们台东县民的身上 任何专家学者都没有办法替台东县民 决定我们美丽湾到底该怎么办 前环保署长沈世宏表示 应该建立专家机制与平台 让专业问题回归专家解决 厘清事实 不能盲目交由公众决定 何况 我说审查这个专家 是请各方推的 不是我找来的哦 请你环保团体推 道地民众推哦 就是我那个专家会议的机制 这样审出来的哦 我说这样审出来的这种结论 大家通过了 你都不相信的话 什么人的话可以相信 你自己讲的才算 别人都不算 他就听我这样讲 他愣在那里了 他一分钟 我一分钟 他愣了一分钟 然后时间到 他就离开了 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机制的时候 我不需要讲内容 我只要讲答案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就是程序的正义 为大家见识 今天法院说 这个也是说 在你的程序上挑你的东西 因为真的说 环不环保 不符合需要 是专业的事情 是这些委员 现在被授权去决定的事情 法官只能在程序上去挑这个事情 那整个事情真的是需要回头来 把用个更开放的方式 让很多大家在质疑的事情 去把它能够澄清 把这个专家会议的机制引进来 通过这个机制的话 我们才能真正的让民众看到事实 东大生命科学系教授刘炯席表示 美丽湾案是程序问题 公开透明的公民参与十分重要 在美丽湾的案例 我们希望说 未来能够有一个 开启我们这个 真正的所谓的民主公开的一个参与机制 我相信这个是 如果有的话 我们没有答案 我们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转机 谢谢 论坛最后开放交流 县议员江坚授 马当部落头目汪青翅都表示 开发案应该与部落一同成长 让原住民就业获得保障 台东市民属亚廷杨玉谦表示 提出美丽湾案具体的退场办法 是政府不可回避的任务 在广纳意见后 劳仪长表示会继续建立 县府与民众的沟通桥梁 让公共议题获得更全面性的思考 侯燕林黄青海采访摄影